What's up dog 刚看完这个乐队的夏天第三季 第二部分 感觉不错 比 Episode 1 我感觉也好 以后慢慢的我再说 我喜欢哪个乐队 或者有其他一些想法 都分着说 一个视频做长了 大家也不看对吧 争取30秒之内 我说完 哎呦 已经30秒了 Bye 这个我想说今天这个 就是说这个安达组合 好像是最后最高分 最高分 我非常喜欢这乐队 我回来再说为什么喜欢 回到我以前有个视频 我说过 怎么鉴别一个乐队的好坏 就是水平 就是说 人多乐好 人多呢 玩的乐器种类不同 这乐队水平就高 这水平就高 这是只是在这个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确实对吧 人多的最后最高分 那其实呢 咱从技术上来讲 从那个音乐的声效果来讲 效果来讲 也是人多力量大 造出的这个声音效果要好 就是说一个 你说二人的重唱和这个 三个人一起唱歌 和四个人一起唱歌 或者一个整个大合唱 它带来的气势是不同的 所以说 安大乐队组合来说 他们这种乐队的风格 要一定的气势 所以说 要人数多 是必须的 造成这种气势来 而你看他们这有 什么马头琴 中音的 低音的 各种乐器 还有这个弦 嘴里这种 这种 声部 就给你分出来了 所以说造成了整体的 整体的一个整体的气势 要想起个梗 挺有意思的 你要听到这儿 我给你讲一讲 我去年去过一个 就是当地有一个 中世纪的主题公园 去过一个 那里面有个人 那好多人都玩中世纪的 就是这个乐器 当时的民族乐器 我说的是外国乐器 不是中国的 他玩的那种叫什么 他是这个 他是叫 英格兰 是爱尔兰的想不学 英格兰好像是 英格兰的 曼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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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要正好 在玩曼托里 这个哥们就特别神 特别神 他就说 我这个曼托里 调弦 我调这个 大家知道吧 调弦的 这个 tuner 调弦的要调到 400 concertpitch concertpitch 是什么 就是440赫兹 你看这个 right here 440赫兹 然后按照他的 再去调 你的乐器的 CDEFG 调出一个 一个标准音 concertpitch right 他说我不调 440赫兹 我不调 440赫兹 我调什么呢 我调430赫兹 430 他说 因为我感觉 430 对我的音乐表达 有特殊的作用 符合我的音乐的特征 其实我回来上网查一下 为什么好多人 不调440赫兹 好像就是说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440 对人的本身 你要相信大自然的力量 440赫兹的这种声音 对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最佳的声音 对于人体来说 并没有把这个声音 和你人这个本身相融在一起 在大自然的力量相融在一起 好像是430赫兹 正好好像是和人的这个心跳 和人的心跳这个频率 这个东西是符合的 就是430赫兹 有个这个梗 我说哥们挺神的 我说那你这个 你和别人合奏的时候 那别人也要调430赫兹 我说 不是 我说对了 你是独奏 OK 一个梗 就是说一个什么人都有 挺神的 说的哪 说的这个 人多 人多就好 确实人多就好 人多那个力量大 体验上的 其实呢 按照现场演出来说 我现场演出来说 你必须啊 这个你想造出这种气势来 这种声势来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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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效果来 你必须有现场的人数来凑 你录音室出来 无所谓 像我自己录的 比如说我想录吉他 我可以录 我想要声音厚一点 我就录两遍三遍啊 或者几遍啊 这样 然后再用电脑设备叠加一下 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有人说了 你为什么要录那么多遍啊 录那么多遍咱就说 有声部的问题啊 你可以就是把这个声部分 我先录高音部 再录个低音部 像我有录就是我录个低音部 我再录个高音部 然后把两个合一起啊 就是小部分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我就是弹同样的东西啊 演奏同样的东西 然后呢 我弹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然后我再 我还要弹好几遍啊 演奏好几遍 然后再合一起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同样是现场的道理啊 大伙演奏同一首 同一个旋律 同一段旋律啊 那不同的乐器也好 同一段的乐器也好 这个是同一个道理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就算你弹一样的东西啊 就算演奏一样的东西 在这个同一件乐器上面 就是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一致啊 不能说100%啊 就是一一一模一样啊 你的耳朵啊 也许听不出来啊 你耳朵 人的耳朵是听力是有 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你听不出来 但是你在这个 在一个实际上啊 你在这个录音的这个 现在电脑设备录音嘛 你都能看出来啊 你能看出来它是 其实有差别的 是千分之一秒 或者几百分之一秒 这种真减 这种 mini second 人听不出来 但是它放在一起的效果 你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这是它的主要问题 主要原因就是 为什么要那么多边放在一起 所以说现场 就是这些人在一起 你就是同样的一件乐器 以后造出一个补充的效果 再举个例子 就这个我手里 这个小提琴 小提琴我就要飞抖 这个小提琴 尤其是这种乐器 你说guitar Guitar 比较重 Guitar和对小提琴这种弦乐器有什么区别 sorry 小什么区别 你看这有fret 这有品格 这个品格 品格 有双重含义 这有吉他有品格 小提琴没有品格 这有品格 这没有fret 这个没有fret 所以说就算 所以说你演奏这种 小提琴也好 大提琴也好 中提琴也好 没有这种乐器 同一件乐器 为什么说管琴业势队要几十个人 小提琴手在一起拉 在一起拉 我还是说过 你要是自己录 你说我要20个小提琴手 你自己拉20遍就行了 你自己拉20遍 出来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现场 你现场一定要有相对的人数 来凑这个 凑的它的效果 还是我说的 这种没有品格 没有fret 没有fret的乐器 更是可以显示 其实它在同一品格里面 你按的位置不同 也有细微的声音的差别 也有细微的声音差别 更别说这种 没有fret 没有品格的这种乐器 就是每个人的手指按 它的音准 你的音准 你说一丝一毫不会差的 不可能 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每个人不可能做到的 在音准范围之内 一般专业来讲 怎么来讲 就是说它的音准 要在五分之内 五分之内 所以说 耳朵听不 还是我的人耳朵 你听不出来 它的具体的区别 具体的区别 但是就是说 跟它的伴奏 会合在一起 没有 有走调的感觉 不会有走调的感觉 所以说 像这种 没有fret 没有品格的乐器 每个人的 按的位置 它都会有细微的差别 而且这是在音色上 就是音准上的差别 这就是体现出来 就把它的 这个乐器的这个层次 就分出来了 它就把它的音域 应该音域一次吧 就拉宽了一些 就显得比 原来就是厚了一点 要宽了一点 再加上它每个人的 就是拉的实质 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note 你演奏的 就是长短 就是演奏的实质 它也不是 每个人都是在齐刷刷的 它一起 按这个 弄的时候 按这个键的时候 按这个音的时候 这一起 是一分不差 一秒不差 跟我前面说过 我要弹几次的 意思是一样的 我同一段旋律 我要录几遍 因为我每次 虽然是弹的同一个音 但是 它的 是有时间的差别的 就是mini seconds 就千分之一秒左右 或者几分之一秒 你耳朵是听不出来的 但是你会造出一种效果来 所以说 这个安打组合 像这种乐队 人数多 它的这个